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数据 我国截至去年第四季的最新人口数为3370万人 按年比较增加了2% 其中公民占了九成达到3050万人 非公民则是达到320万人 比较一年前增加了50万人 华裔最新人口数虽然保持着690万人口 但是相比2022年第四季 人口比例却从原来的22.7%稍微下降到22.6% 其他种族人口和占比都保持不变 物业人口从1750万人增加到1770万人 人口占比也从57.8%增加到57.9% 另外比较前年同期 我国去年第四季的新生儿人数减少了1.1% 从11万4067人减少到11万2767人 当中男婴共有57894人 比女婴54873人多了5% 目的地统柯 中文字幕——YK